两名蓝衣男追着一名灰色上衣的女子跑 双方在马路上追逐 其中一人手中还拿着棍棒 就朝被害人身上K 整群人拉拉扯扯 就在这过程当中 灰衣女的鞋子还掉了 但根本来不及捡起来 就被押上白色轿车 在后座就一这样打一这样打 类似是这样子 就是哭哭哭的 就好像打人的声音 就蛮大声音 因为我在鞋对面的相口 原来前男友这一方 早就在现场附近打转 看到前女友现身 车子先缓缓的尾随 紧接着就看到他们 踩下油门加速 随后就在路口开车门掳人 事发在新北市的新店 14号早上8点多 警方调查 42岁的赖姓女子 和陈姓前男友 有金钱纠纷 由于热恋期的时候 女方都有习惯 拿走对方的现金 直到分手后 男子发现 一共被拿走了30万 用前女友偿还还找不到人 才会想到下下策 先掳再说 犯案之后 一行人先到中和换租赁车 再到新店的旅馆躲藏 最后转点到永和 还是被警方锁定 一样在旅馆内被逮捕 三名嫌犯双手反靠被带上警车 其中走第一个的 就是被害人的前男友 陈姓祖贤 只是这回和对方 因为金钱纠纷 竟然当街痛欧掳人 这下被逮 钱没讨回来 过去的感情也跟着破碎 还要面对司法制裁 真的值得吗 提别新闻 红军国吴欣燕 新闻市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